那么目前为止 那么我国新冠病毒疫苗 在境内外 在60岁以上老人当中的接种数量 已经超过了5亿计次 那么国外接种年龄最高的 这个是我们得到的一些数据 当然我敢说可能是 我不敢说我们已经统计到了 所有使用我们新冠疫苗的国家 最高年龄者是106岁 那么我们国内接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 最高年龄者也是106岁 那么疫苗在这5亿多计次 以及在这些高年龄者的接种过程当中 都显示出了良好的安全性 而且老年人的不良反应数据表明 它的不良反应还略低于成年人 总体来说 我国目前接种的几种新冠疫苗安全性的指标 好于平常年份接种的疫苗 那么老年人除了曾有过接种疫苗 发生过敏性休克 或者是喉头水肿的这些情况 以及正在发烧 或者处于感染性疾病 和神经系统疾病的畸性发作期 均是可以接种疫苗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